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散射呢 为什么是蓝光散射的最多 不是其他颜色呢 我们空气之中有很多的微粒子 比如gas 瓦碍 还有哈布 气体 水蒸气和或者尘埃粒子 当阳光进入大气层的过程当中 如果被这些微粒子阻挡 光就会被这些微粒子反射出去 向四面闪射出去 我们称之为光的散射 penyorakan 尺亚 尺亚地盘头 地盘射 光线被照射 被反射及照射到不同的方向和什么 arah Oled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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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us Dalam Udara 就是我们刚才说说的微粒子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呢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光的波长 也就是 当中有说到 越长的波长呢 它散射的也就最少 红色拥有最长的波长 也就是说它被散射的最少 蓝色的波长呢 就比红色的波长还要短一些 什么是波长呢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那阳光或者是光线 当它到达 到达地球的空气层的时候呢 它会被散射到不同的方向 那蓝色被散射的最多 跟其他颜色比起来的话 它之所以会被散射的最多 那是因为它的波长最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天空是蓝色的 在中午的时候 阳光只需要通过比较薄的空气层 就会到达地球 因为太阳在我们的头顶啊 这个时候呢 红色的光就会直接 达到地球 它有被散射 只是散射的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呢 蓝色就被散射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一抬头就看到蓝色的光 在黄昏的时候呢 太阳就距离我们比较远 阳光需要经过比较厚的空气层 或者是大气层 才会直达地球 这个时候呢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蓝色就很容易的就被散射掉了 那么趁下的红色会继续的往前走 那么红色比较少被散射 因为它的波长比较长 所以它比较少被散射 然后直达地球 这些都是比较 波长比较短的 所以波长比较短的 所以它很早的就被散射掉了 那么剩下的自然就是 红色 或者是红色 橙色和黄色 Mera Jingle dan Kuning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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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最多的 红色呢 是比较少被散射掉的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紫色的天空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还是蓝色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对蓝色比较敏感 mata kita lebih baik terhadap kepada红色 这句话再次做一个总结 在中午的时候 pada waktu tengah hari cahaya matahari bergerak melalui lapisan atmosfera yang nipis yang光会通过 比较薄的空气层 cahaya biru yang mempunyai panjang gelombang yang pendek lan色的光 它拥有比较短的波长 diserak paling banyak 被散射的最多 oleh zara-zara daram udara 被空气中的 微粒子散射的最多 seperti zara debu 比如尘埃力 molekul gas 气体 然后 水蒸汤 水蒸汤 到所有 ara 被散射向各个方向 rangit kelihatan biru 天空看起来 是蓝色的 水蒸汤 pada waktu senja 黄昏的时候 cahaya matahari bergerak melalui lapisan atmosfera yang tebal 阳光 会通过 比较厚的 空气层 cahaya merah yang mempunyai panjang gelombang yang panjang 红色光 拥有 比较 长的波长 adalah paling kurang diserakkan 是最少 被散射掉的 dan bergerak terus menelusi lapisan atmosfera 它们就 直通 空气层 matahari atau rangit kelihatan merah matahari atau rangit kelihatan merah 所以 太阳和天空 看起来 是红色的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光的散射 banyera 跟 jahaya 老师准备了一个 练习题 就在 视频的下方 description的部分 你可以按进去 尝试做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 subscribe channel cool sign 按下小铃铛 如果有新的 视频的话 就会通知你 感谢大家